大家好,我們是核圖資訊整合UI的一個計畫 然後呢,我們這個計畫的起源是因為就是智三應發發 這個運動發起之後 然後就是所有的資料非常的 就是資訊取得來源非常 我們發現資訊取得來源非常的廣泛 可是又非常的雜亂 所以我覺得,然後我們容易被就是 一般主流媒體去引導一些風向 然後看不清楚事件它的原貌 所以我們想出了一個就是資訊整合UI的一個計畫 然後期望能夠製造出來 然後提供給大家使用之後 能夠讓大家可以去更了解 所有事件發生的它的原貌這樣子 然後這個計畫剛才它終止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自定義的行動指南 就是這個UI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希望 它製作出來以後每個人上去查詢的時候 它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每個事件 然後藉由編輯跟操作這些 等於說是我們自己一個工具書 或者是筆記本的概念 我們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整理之後 然後可以比較忽略一些 比如說像是各個新聞平台 它自己的角度去檢視的東西 我們藉由自己比對的過程中把它釐清楚這樣子 對,然後這個UI設計它目標是 它希望有人會有特色是具有遊戲性操作性跟工具性 然後它是一個 它會不同於我們之前所看到的 比如說像是專門國會議員的網站或什麼之類的網站 它是公平公開的網站 它不特別鎖定一個議題 它就是公開給你所有議題都可以使用的一個網站 然後它可以個人化自己的使用方式 然後等一下我會有圖案給大家介紹 Ui大概呈現的方式會像是這個樣子 目前的話就是以一個中間圓形 然後它的外面一個圓形 灰色圓形的話是一天 一天 每一天的話就會增加一個圓形這樣子 然後上面的點就是事件 那事件的來源我們目前是取向 我們會設計一份上傳機制 就是上傳表單每個人只要有這個連結 它可以上 照我們表單的規則 它把它的 比如說它在PTT看到一個報告 它就把它填在裡面 但是我們的上傳機制表單裡面會有我們的格式 它照裡面的格式填進去以後 它會呈現在 反應在我們的UI上面 然後它就會是一個點 然後這個點的話 它的顏色是 目前是照我們上 呃 因為我們自己之前前陣子已經有在備份 PTT報告 報告版上面的一些資料庫 所以我們有自己整理的一些方法 目前提出的是 我們目前是照這個方法去分類 對 然後我們的UI設計會 會先讓這個方法 標籤方法提供給大家 就是它可能第一次想說 要接觸這個議題的時候 它可以選用我們的標籤來做定義 它要上傳到哪裡 可是我們也有一個自定義標籤的欄位 就是它可以自己選擇要怎麼標籤 然後這裡每個顏色就是 比如說粉紅色就是值得散布的訊息 比如說我們現在八項缺人 所以我們要幾次貼這個訊息 它就會變成是粉紅色 然後它就會散布在這一天的上面 但是第一個 進去UI第一頁的時候 它的點是亂數顯示 就是讓你不要特地的 看到說哪一天哪個時間點是什麼事情 就是所有的時間點 所有的事件點都是亂數顯示 但是我只要按下這邊的標籤鈕 它就會自動集合成一個扇形 那它扇形的特點是 比如說我第一天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天這個類型發生了四件事情 它的扇形角度就會是這個角度 發生四件事情 然後它的 它選用扇形的原因是它繼續擴散下去 它只要沿著時間的外圍增加一圈 它的扇形就會越來越擴大 但是裡面的事件 事件並不一定會比較多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議題的被關注度 目前就是隨著時日到哪裡去了 對 然後這個標籤是 因為我們之前設定的標籤 然後也可以自定義 比如說我現在自定義一個立委張信中的標籤 它也會在這裡 然後它也會隨著時間看到說 它可能越來越到後面 它的新聞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藉此 藉這個UI的操作使用去瞭解 這個世界的脈絡 但是並不是別人提供給你的脈絡 是你自己在觀察事件的關聯性之中 所找到的脈絡 然後比如說我找核電 我輸一個標籤叫核電廠 那它有可能是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反核大有形的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情況是核一核二廠要演繹 所以它會變成是 原定是兩個方面的政府方跟民間方 兩種反方向的資訊 可是它可以整合在一起 變成同一個扇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藉由時間點觀察跟它的分佈 然後去看這個事情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到現在為止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UI是製作出來後 它是方便給任何人都可以操作使用 然後因為它可以自定義標籤的關係 所以它並不一定是用在康正行動上面 它可能是任何一件事情上面 藉此它看起來會比較有公平性 但是看起來比較會有公平性 但是實際上就是像我們買樂高一樣 我們買樂高就必須要照它的規則去使用 就是一個新的工具 可以用來整理任何的一些事件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就是隨機的 用點跟點之間的連連看 然後把它自己做出歸納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輸出成圖表或者是儲存編輯 我們來想它可能是可以註冊帳號 或者是可以不用註冊帳號 就可以儲存自己已經編輯過的東西 那這個UI如果最好的完成方法 就是可以提供給每個單位都可以用 比如說每個攝影盤它會可以自己使用 它做自己的標籤 然後用自己的資訊去使用 對 然後這個UI還會有一些其他相關聯的檢視方法 像我們有想到UI還有另外一個檢視方法 就是循環式捲頭的檢視方法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剛剛選定的核電的東西 然後核電的所有事情它會變成一個捲頭 這樣子一直用滾輪式的方式去看 然後就是它只是方便你檢閱的 以防這個時間點的話它會一直跑 然後它的頭跟尾會接在一起 比如說金普通接任議書長 然後到最近的新聞金普通接任 他頭跟尾是點在一起 然後是中間拉的話 你就去看它的時間順序 然後事件的發展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這個計畫執行到現在 因為我們都是只有概念發想 然後主要是做比較設計出身的 所以對於資訊這些的概念比較不是理解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當權的募交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就是 可能共同的資料部來源 也就是可能固定的資料備份的人員 或者是小組 但是我們剛剛跟一些朋友討論過的時候 發現其實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 就是建立一個G0V資料 就是G0V全部人都可以取用的資料備份小組 然後只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專案都可以從裡面去取得資料 這樣就不會像我們之前 因為我們之前自己做備份 我們就不需要再做一次備份的動作 我們只需要把UI呈現好就好 然後所有人都可以做好自己的呈現 然後資料備份變成一個專門的小組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問卷到UI上傳的這個機制 它中間的那個 我們現在設想是用Google問卷 然後填表格的方式去把它輸入下來 但是這中間有一些可能會有一些細節盲點 所以我們討論的還沒有到完全的完善 我們需要更多的意見 所以我們希望有人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改善視覺呈現的方式 因為視覺可能的方式 就是照剛才那個 有點像是太陽系衛星圖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希望它可以更親民一點 就是它不限於是 它的目的在於不限於是只有關心議題的人 它會去使用這個UI 我們會故意把它做得很像是 就是非常開放性的UI 它什麼東西都可以用 那一開始我們會可能會範例就是用 就是使用就是抗爭的 或者是社會議題的關注的一個角度去 但是你其實都可以上傳 對啊 主要還是主要目的還是就是希望它能夠 因為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我們如果在PT8晚就算只是檢視 那它就只有停留在檢視的部分 但是我們經由使用者UI操作的這個過程 我們會有自己的行動去理解這一些事情發展的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認為這個動作其實是會 增進我們每個人對於事件的參與度 然後對社會事件的關心和理解 會更有另外一種程式的理解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去對應到說 這個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有所行動 就是我們期望是這樣 就是經由操作這個UI的過程 然後讓事件能夠 除了它除了有知道部分 它可以除了在那邊以外 它可以持續發酵然後引發效應 就是藉由我們每個人都去操作這個UI 因為每個人理出來的結果可能都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是好的 因為本來就不一定 本來就不是說已經答案就是在那邊很明顯 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 而並不是只是單方面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接收新聞 或者是就算是發卦版的爆卦 我們也只是單方面接收這些訊息 但是我們沒有想出更好的行動辦法 這些事情可能它不會有進一步的結果 所以我們會希望這個UI 它能夠達到這些效果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話是我們可能最後發布的時候 會需要一個宣傳企劃團隊 因為要讓這個UI推廣給非常多人知道 然後它的存在效率會更大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在找群人才這樣子 那全部人台的話當然包括我們的網路工程師 然後設計師 不管是平面設計師還是直訊設計師 然後律師、圖子管理師、企劃人員 然後如果能夠做成到國外的翻譯 就是讓國外能夠了解台灣的事情的話 從翻譯人員然後教授人員 資料備份人員然後網站維護 然後再來就是相關的 因為它可能我們的一個點 就是事件點它會有相關連結 可能有影片有新聞連結 然後它可以連結到資料部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會需要一些其他平台的維護人員 讓它的資料備檢閱率會更高這樣子 那主要是需要這個UI還是比較站在就是我們自己的角度 就是可能針對社會議題的一些關注用的UI這樣子 只是它表面它可能不會像是一開始它的標題就寫說 我是反核部隊 我是國會議員檢查團 然後我只是一個資訊整個UI 這樣子去推給所有人知道 但是在裡面它看到一定一開始都是 就是社會議題的部分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們的UI報告 然後希望能夠有興趣的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經營這個部分這樣子 謝謝